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7日 这一两天海外媒体都在纷纷报道美国的前政要 对新型冠状病毒来源问题的看法 追责和索赔似乎是逐步的形成了共识的 那么新中国联邦一周年演讲的时候 现场出现了很多前政要 你像这个纳瓦罗 他没有到现场 但是视频连线 这个还有其他一些 这个应该讲这个阵容也够强大 特别是严丽梦的演讲 那是非常顾无人心的 毫无疑问 严丽梦已经唤醒了美国人民了 这个今天看到海外的又有两篇文章 非常重要 就讲到这个问题 一个是这个赖斯前国务卿 这是老黄利了 但是他影响力是很大的 今天海外的这个万维网转发了自由时报的一篇文章 讲到美国前国务卿 这个赖斯讲 他说太早否定 实验室泄露病毒犯了大错 给大家看看这是网上的这个截图 就这篇文章 其中讲到这个观点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啊 新型冠状病毒这个 这个外泄的说法呢 以前都被当成这个可笑的这个阴谋论了 现在这个情况发生了这个变化了 这个赖斯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有个政论节目面对全国六日播出的访谈当中说的 他说呢 这个武汉 疫情爆发之后有太多的声音 声音呢倾向排除 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媒体呢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 他说呢 人们对武汉实验室及其不合标准的安全 做法表示担忧 该实验室报告了首例 这个病毒的病例 情报显示呢部分患者在2019年10月就出现了可疑症状 也许那个时候就开始提出尖锐的问题了 中国现在否定 否定没有用 人家肯定是有病例了 有这个名单才这样讲 对吧 不是随便说的 他继续说在萨斯爆发期间 美国也遇到过中国类似的挑战 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已经无法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答案 因此如果我们打算不打算冲蹈覆辙 就要更积极地要求中国人必须合作 必须合作 不要忘记了 用这个词 赖斯认为美国初期犯了一个错误 很多官员都否定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 结果后来证明他们相当有可信度 他说 鉴于我们在萨斯和2000年代的 其流感中的经历 我认为 不值得相信中国人对于透明度的理解 这不是中国人 这个词他讲的不太准确 中共 中共就这样 他讲的话永远是 这个并非是实际情况 他是希望别人知道的 你看中共官媒每天不都在撒谎吗 哪天不在撒谎 这个刚才我讲到这个习近平到青海 到青海他哪是要去看什么经济状况 什么社区 他是做好打算了 退手打发 后方的打算 准备打仗 一打仗粮食问题钢铁问题 这都是大事 开始布局 那么这个这次 这个萨斯这个讲话 我认为非常重要 因为他毕竟是美国 这个政要当中的 有一定的影响力 相当大影响力的人物的 是不是 是这一点 很值得这个研究 另一篇文章是 看中国网站 今天看了 看了一篇文章 讲到美国前总统川普 川普更是了得 现在非常活跃 川普在这个6月5号晚上 在北卡拉雷纳州 举办的共和党会议上 发表了一次 长篇重要讲话 这次活动 是在1月份离开白宫以来 第一次高调亮相 其中他谈到了自己在中共 和中共的这个博弈当中 特别是在大流行 瘟疫流行这期间 病毒流行这期间 对于中共的思想的变化 他的认识的变化 他的确是有变化 你看他挺长一段时间 他成习近平为朋友 是吧 他非常真诚地邀请习近平访问海湖庄园 给他当成自家人 因为什么他基于那个理论 那个思想体系 中美关系的一个框架 就是过去留下来的 从尼克松开始 对吧 蓬佩奥讲的非常清楚了 就是原先想象和中国合作经 搞经济 让中共发展起来 特别加入WTO 获得最回国待遇等等 一系列发展经济 发展到一定程度 说是人负虑的形成了中产阶级 然后社会稳定 然后民主法治和西方价值观对接 携手致力世界和平 不是的 这个习近平他是 这个抛弃了这个 韬光养晦这个策略了 这个完全是走向了这个极端 就什么呢 不单 他不接受普出价值 而且要他要什么 他要知道 要红色意识形态渗透全球 他有称霸全球的野心 而且特别急切的这种野心 这一点已经暴露无疑了 这个新冠就是这种情况下 产生的 就严厉蒙讲的非常清晰了 我觉得普遍大家都非常的认同 那么这一次川普看来有点 给我的感觉 他讲话当中有些反思很深刻 多少有一些后悔 他也就是当年 当初他对这个共产集权统治 他没有 我认为他这个没有及时的接受 就是班农向他介绍了 严厉蒙的观点 如果他接受的话 那就和今天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他说其中他谈到自己在和中共的斗争当中 他的一些变化 川普呼吁要让中共为对全球生命的财产造成沉重打击的 要负负责任 这个不是光他的想法了 你看昨天那个 我看傅林将军啊 在那个新中国联盟成了一周年那个讲话 那讲得很清晰了 大前天我看那个版本是个减本 昨天看全本讲话 包括严厉蒙的 更加了解了一些情况 那当然了 傅林涅水 也不是说现在的啊 这个和现在这些现任的高官不可通论语了 现在是奥斯丁 但是现任的高官往往都是等低调 因为他讲述就麻烦了啊 这个 但是这些这些推下来的 呃 讲的话 多少啊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拜登的面临的压力 这压力是非常大的啊 所以川普在讲话当中点名中共啊 这个用自己知乎啊 中中共 挑战中共啊 这个 这一点是就是过去没有过的啊 这个演讲当中这个 他说他要首先站出的 就是反对共产中国啊 啊 他说去年中国用一种称之为中共病毒 给给美国人造成了估计16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你看这个数字多么庞大 准确的讲 夺取了我们数十万同胞的生命 其实60多万啊 他讲到 他在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肯定啊 他认为 如果不是他以采取枪力的手段 推出疫苗的话 今天就麻烦了 的确是这样 他在疫苗方面 拜登是捡了大便宜了啊 直接上来 这个坐享其身了 其实疫苗生产 这个需要勇气啊 需要抄前的计划 推动 确实了不起 现在如果没有疫苗 你说你这个诺曼底登陆 人船登陆怎么干 7月6号恢复正常了 这就是大钻折点了 为什么美国派三个议员 要在诺曼底登陆 这个日子里到台湾 这个不是个小动作 这是非常大的动作 告诉他要在台海开干 直接开干 你看运输机都去了吗 做好准备 要烫烫路子 是吧 这一点一点都不用怀疑啊 所以习近平一看 董正哥 吓得一声不止 是吧 只好呼吸进出来 下呗 那个王洪光哪去了 是吧 王洪光不吹牛 问问王洪光现在为什么不打呢 是吧 他没本事嘛 是吧 就腐败军队哪能打仗啊 川普说呢 如果我们没有研究疫苗 就会有一个1917年的西班牙流感的死亡数字 失去这样上亿人 确实 所以这个人民应当感谢川普啊 川普强烈呼吁美国和全世界统一声音 追究中共的责任并采取具体的行动 这个是应该讲是对的 他说现在是美国和世界要求中共 赔偿和追究责任的时候了 因为你不灭中共啊 他这个 毁坏全世界一定是这样 上次上次发生 不就因为温家宝还比较 应该讲还是比较好人承认啊 失误 很快治理的 但这次你看西平私停下去 坚决不承认 即使是泄露他也不承认 还要全世界都感谢他 向他学习 向他讨疫苗 是吧 其实他绑架 疫苗绑架已经失败了 因为他的质量不行 虽然数量了得 遍地都是疫苗 但是有效率才50% 你和惠内 莫德纳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对不对 就像你生产了毛 人盾是个金盾 你的毛是个铁盾 铁毛 铁毛是搞掉了人家60万人 人金盾出来以后 你就开始说吗 怎么开始 轨迹了 是吧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川普讲到了税收的问题 他说对中国制造所有商品 逐步征收百分之百的关税 以后就是脱钩了 很可能就根本就给你断了 还关税 坦率地讲 如果你提高他们 关税 中国会发生很多事情 我认为他们会停止介绍军队 我认为很多公司会撤回美国 当他没钱了以后 他就不狂妄了 他之所以狂妄要平时世界东升西降 要什么一带一路 中华民族的复兴 人类病毒共同体 搞这套东西 就是因为有了钱 有了钱 有了钱 又他那个思维停留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这个时代 满脑子 梁家河的治理方式 赌气治国 因为毛泽东当年给我们这一带人灌输 就是叫解放全人类 是吧 美国是帝国主义 加州有个讨好了 讨好了 从小就唱这歌 就把我们唱啥了 本人如果不上大学读书 就没有机会开过眼界 也是这种类型的人物 所以习近平满脑的马列主义家 希特勒 纳粹这套东西 一点都不奇怪 太可以理解了 所以他一路走到黑夜 撞南墙 现在也走不回去了 最后面对战争了 看看最后随自己的圈头老大 随能解决问题 一定是这个结果了 没有什么别的结果 那么川普这次还讲到了什么 讲到了这个抚弃门的事 就谴责了这个抚弃 抚弃确实在这个其中 起到这个反作用 这里源于很多 估计和这个背后的利益集团的 这个追逐金钱有关系 人就为了钱 有的人就什么都不要了 包括这个 叫这个有一个和这个 福奇合作的安德森 这个有一个 这个也是这方面一个科学家 这个我一时想不起 准确的名字 就是把自己的推特都删掉了 我昨天看那个路德访谈里 分析的非常好 他讲到了 这个由于福奇的邮件的披露 暴露了秘密 这个科学家吓坏了 毁灭证据 毁灭证据 打官司就麻烦了 是吧 但是你想见了 一旦开战的话 特殊的情况下 你不承认也得承认 美国肯定要出台一些 一些法律 一系列法律 要对那些这个叛国者进行制裁 这一点毫无疑问 所以这个 今天川普这一次 这个讲话当中也是 直白的猛烈的抨击了 就是福奇 福奇当时因为他这个知名度太高了 他是传染病 美国这方面的权威 大佬太多 我们想他影响了这当时的形势 就川普也没有办法 实际上川普对他一直是非常不满意 但是川普非常果断的 搞了旅游禁令 我认为就已经做得了不起了 你想这需要勇气 不是开玩笑的是吧 就可惜当时的做得不够彻底 也彻底灌国门队了 那可能更好一点啊 但是不要忘了这个武汉封城 五百万人流向全世界 因为那个没有办法 你挡不住的 因为谁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 是吧 谁能想到还有超限战 还有生物武器 还有第三次最大战 以新的面目出现了 是吧 不知不觉的不现人战 而且人们还得感谢他 感谢他制造疫苗 口罩也买不到了 那时候我都感觉就奇怪 为什么突然间连加拿大都买不到口罩 我开车一个多小时到处找 一个口罩找不到 你就可以看 我就问谁买 为什么没有了 大部分叫中国脸 中国脸的人买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庞大的布局啊 这个确实是一场阴谋 但是现在这个好在这个严利盟终于唤醒了 大家啊 人们终于看清了中共的一种反人类的这个反动的本质啊 所以就川普情绪非常激烈啊 在这里他抨击了夫妻 同时也批评了这个这个拜登 因为他是两个党派 这个敌口是存在的 因为川普认为呢 这个共和党啊 这个选举胜利的成果 他的成果被民主党躲起了 跟拜登躲起了 现在对这个事还耿耿欲怀 实际上他们俩随上随下的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啊 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所有的事实服输随灭的 就是说肯定中共这个病毒的来源 这个罪责索赔在所难免了 可能从军事这个战斗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给我的感觉 拜登比川普更有经验 因为他当年打伊拉克 他打的 你看他的布局 是采取拉大帮的办法 战争一排 找联盟的办法 来孤立中共 这个川普是什么单刀植物啊 是个人应用主义 他过去没在体制内工作过 他在政治素人的 不懂 所以他的经验上不行 但是他直白的就是说 指出 就是他这些政府指出 呼吁啊 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党分开 这个绝对是一个认识上的很大的超越啊 这个所以本人认为 现在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 即将来临的 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 更有希望终结共产党的一党转正 而恰恰这个问题是产生了 这个反人类罪的最根本的原因的 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啊 所以川普的这个力量和影响力 也仍然这个料得啊 但愿川普能在未来的历史当中 还能继续发挥作用 听说两年以后要搞什么 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啊 这个国会啊 这个参议院选举的过程当中 川普还想这个发挥这个重要作用啊 我相信他也能 一定能扮演这个不可获取的角色 就是尽快的埋葬中共专制集权 同志 给中国人民带来民土和法治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谈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